我在天津做的事 不要问 猜到了 不要说 拳脚打呀 已经打了三十多年了 大家都很常见 我就想挖掘中国武术的械斗 功夫只是一个切入的角度 他更多的讲的是 那个整个的一个时代被他人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你练的是什么 永春拳 最神秘的兵器呢 就是霸展刀 因为一生霸展刀 就没交集 刀呢 致命的一刀就是医下 这个电影里边呢 我把武林呢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化 所以它既然是一个社会阶层呢 就是它有它的规矩 打破八加五分 就可以在天津里面 到那个时候 它的武术已经衰亡了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需要一个新的秩序 所以他们其实那一代人 都是被消亡的 我心念不强 再远 还不能一年 武术界的人的那个夫人 就是这种女人的那个 心灵的这个意志 它其实非常强大 在故事当中 在她的情感当中 有一些很 一些特殊的一种味道吧 比如说隐人 比如说她自己对情感的这种 掌控和控制 你还是觉得这个女人 是一个很 比较复合的 很简单的几句话 似乎就把自己想说的 都表达干净 这种感觉是非常迷人的 其实有的时候 你得给我句话 借你的心 突然看到一些这个 曾祖父 辈分的曾国人 他们的美国人处世 他们的坚定的家庭 都会受到很大的感动 我就想看这种东西 我想师父这个电影 是一段传奇 大家看到的 不仅仅是功夫 很多的看到的是 有 来了很久 没跟天津的高手交流 不仅仅是有